朋友们好,我是老夏 昨天晚上在茶叶县城录云的 然后我的左边倒车镜不是挂掉了吗 今天早上在这个修摩托车的店里面 找了这么大个倒车镜 这倒车镜 夹子不菲的哦 我准备把镜片扣下来,装在里面 刚刚合适好像 不合适的话,我直接用胶带给它沾上去就完了 OK,马上开始行动 把它扣下来 我把这个摩托车的倒车镜 镜片抠下来了,镜片抠下来之后 准备把它装在这个里面 装在这个里面呢 我就不用粘的东西了 我直接拿这个两个手套 塞在这个镜框子里面 把这个卡进去 OK 看一下我这个倒车镜怎么样 虽然说大小不够,但是长度是一样的 看到没有,这边少了一截 然后这个镜子后面呢 镜框里面我跟它塞了 塞了三只手套 三只手套 一双袜子 还塞了一个塑料口袋 把它卡在这上面 它就不会掉了 应该是没问题的 可以了,出发 去下塔鱼 还有一个上塔鱼镇 下塔鱼镇 一百多公里了 下面这路都不是太好走 但是有蚊虫那些 而且路要比在上面窄一点 这真的是仙气飘飘的 往下塔鱼的方向 路边上两边的村庄修得非常漂亮 这里物产也是丰富的 啥都有 跟摩托里面差不多的 现在塔鱼先出来 才个两三公里吧 这上面的话要穿件外套 如果去了下塔鱼的话 我告诉大家哈 穿短裤就嫌热 这里海拔将近 也就是两千多一点点 下塔鱼的话一千多 那舒服得不得了 但是有蚊子 或有那种苍蝇多得很小便 今天仙气飘飘了 天气不好 但是这种感觉也非常舒服 跟我们内地的江南水箱差不多了 好朋友们 欣赏一下吧 这里是塔鱼县 往这个下塔鱼走的 路边上的一些村庄 看看非常漂亮的小村庄 这跟内地的气候是一样的了 现在下到小雨 最美的风景都在路上 今天咱去往下塔鱼的路上 来到了这个池巴沟鬼家机自然保护区 车辆不能进去的话 人进去看一下 看看 开着我的粉红小浪迪 哪里都敢去 池巴沟管复站 这里是西藏池巴沟鬼家机自然保护区 我们进去看一下哈 西藏茶余池巴沟鬼家机自然保护区简洁 哦 这是个池巴沟鬼家机自然保护区 这里面 风景倒是蛮漂亮的哈 然后以前的话看到没有去往下塔鱼 以前有着钢寺钢架桥喊的贝雷桥 现在新修的水泥桥在下面 啊这云雾仙境 真的有点烟雨江南的感觉啊 这下咆哮的这个茶余火骨 然后这个219轨道整体的就在修建哈 最多两年时间之内应该219轨道 茶余到摩托应该要贯通 这条219轨道一直在修哈 修建当中 然后在路上的风景 对面的瀑布 太漂亮了 下茶余可以去 然后上茶余也可以去 继续往前吧 烟雨江南的风光